各位评判老师,各位参赛同学,大家好! 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《柳公泉戒交成名》 唐朝的大书法家柳公泉,在年少时就写了一首好字 因为经常受到老师和亲朋好友的夸赞,他就有些骄傲了起来 有一天,少年柳公泉在路边的凉亭里写书吧 小伙伴们围在他旁边,一边看他写,一边称赞着 柳公泉得意的说道,这算什么,等过几年我的书法一定贴下你 就在这时,一位卖豆腐的老婆经过,听到柳公泉的话,过来看他写的字 老婆皱起眉头说道,这字写得一点都不好 柳公泉一听,气得不得了,说他不相信 老婆就叫他去城里,说城里有许多书法写得好的人 第二天,柳公泉一大早便赶去城里一探究竟 刚进城,就看到一棵大白树下围了很多人,他几近人群后 看到一位失去双臂的老头,被淘白树坐在地上,右脚拿着笔,左脚压着纸张,这龟洒自如这切的字 每一笔都赶紧有灵,自替龙飞凤舞,赢得朱为人的正正喝彩 柳公泉佩服不已,当下即跪在地上想拜老人为师 老人拒绝道:"我只是个孤苦伶仃的人,生来没爽,只能用脚写字来混饭吃,怎能为人施表呢?" 柳公泉不放弃,一直苦苦哀求 老人人士用脚写下,写进发钢水,验染老石黑,波士百家常,使得龙凤飞,六公尘广然大悟,回家后睡夜练习书法 并认真学习颜真卿的书法技巧和字体,后来开创了流体,成为凯书四大家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任何技术只要勤学苦练就能登峰造极,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所谓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我们做人处事应当千诗为怀才是 我的故事说完了,谢谢大家 时间两分五十八秒 要点赌封 3 6